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收听我们《芒向快报》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4月26号 首先这里有我们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有我们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晨 我家亲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二台正向报三台沙烂器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将我们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以救香港,多谢大家 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应该这么说 就是一件朴朔迷离的探案发生 就是金将军突然间不见了 甚囂尘尘尚 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应该没什么 可能在这玩这个休息下放下假的 不是去迪迪迷离是吧 现在不行 不能去迪迪迷离 可能 可能他看了风林网被人找了 啊,糟了 没有韩剧看啊 没有韩剧看啊 现在患了抑鬱症 平日看韩剧 我们的韩国网呢 现在可能在写信投诉中 喂,你们不要这样啊 Netflix有啊 装Netflix 哈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他那装可能有呢 金将军 可能要借Denis Rothman的币来用 那我闻给他了 可能在那裏追求 海的碧铺呢 是吧 哇,现在在那裏追求 美的碧铺很好看 嘩 真的我们北韩那些人 他军队全都是形蓝来的 其实也要讲回正题 为什么要讲这一节呢? 这一节就是香港有一个电视台叫《香港卫视》 那他那个副总编 是不是副总编? 那个新闻的副总编叫徐峰 徐峰 你等会说徐... 什么啊 说错了,不好意思 徐峰的副总编是李绍兴 李绍兴是前部门部长 徐峰就说金仔应该死了 即是... 已经死了 他没有说他死 我先讲讲他的原文 他突然出了微博就说 有些人愿意等着官宣就自贬咯 我只是讲事实的咯 当年金爷爷不在那时就迟了三十四个小时 到金老爸就迟了五十一个小时 看看今次迟了多少个小时咯 是啊 李文亮医生 对着那个尸体 那晚对着尸体都抢救很久 我从来都不会发假消息的 另外... 他这样说的 他在不在那里中朝有疑都抹鼓长征的啦 消息来源渠道不一样 分析水平都不一样 然后弄了个狗头 伸条里的狗头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啦 同行者就不究竟跟我啦 那其实类似的事件 就是他这样说啦 他这样说得出来就是说自己有内部消息啦 就知道金仔死了啦 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啦 是不是 就是大家可以很客观的 就是你听完他讲 刚才加勒读完他讲这番话 接着就讲了些什么啦 其实他可能真的有内部消息的 因为你说外交系的官员 是不是可能有渠道会收到消息 有可能的 这个真的有可能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2011年 香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就是香港以前有一个电视台 现在也有的 不过就已经不是电视台了 老洲啊 就是香港厄焦电视台 亚洲电视 都差不多啦 那就是亚洲电视 那他报道了什么呢 他就说 2011年的7月6日 就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江泽民 逝世的消息 这个是前 应该是前吧 前 要说回前 不是现在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习先生 那他报道了他逝世 那为什么呢 他就 他的原因呢 就是这样的 2011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90周年 党庆的大会 第三代领导人 李鹏 朱镕基 和李瑞环 那些人都有出席 但是呢 就是出任了这个 总书记 十三年的 江泽民 就没有出现 那 引发了外界的怀疑 那 2011年7月5日 就开始有消息传出来 就说 这个江泽民先生 心肌耿失 不久心脏 就失去了这个功能 就靠这个呼吸肌 维持生命 并且呢 同时生怀肝硬 我现在说回 参加了九年前的事 看起来是很好笑的 因为江泽民到今时今日 都还没死 是 这家阿氏 就在第56年 写了那个 将56拼了一个 好像死字 那样的时候 结果他先死了 他死了 江泽民都还没死 还可以延续多十年 江泽民都还能延续多年 江泽民都还能延续多年 但是也是有些很长的时间 是不是 其实 的 当 这奥加尚报道了之后 相对 而且那奥加尚怎么说 死亡原因是干肿楼 那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要报呢 就是因为亚洲电视的老板 他就说他有内幕消息 好像是他远房亲戚来的 他说远房亲戚得到内幕消息 他的远房亲戚就是江泽民 什么奶妈 总之就是差不多了 路边社 后来报出来的消息 就是老板说对了 对了没错了 快点做大他 结果就 其实这件事是7月7号的时候 现在回顾事态 就是以前是怎样的 其实那份报纸是亚视报了 全部都做头条 然后就说亚视率先报道 官方未证实 什么什么什么 江泽民死了 最开心当然是大纪元 全部都有报道的 据说当时江泽民知道了这件事的反应 就说这个兔齋子是不是 是不是 是否 是否 是否这么说 是 兔齋子 是吧 偷兔齋子 竟然说我死了 哈哈哈哈 哈完之后 就什么了 这件事就死了 这个是路边社传出来的 很好笑的 因为中联办其实那时候有出声 那时候中联办都会为这些事情发声的 千万不要说中联办干预香港 告诉你 中联办说什么 中联办就说 亚视这种是严重违反新闻职业操守的行为 你现在表示极大的愤慨 哇 那时候比现在还强硬 都没人出声 你说 对吧 对吧 哈哈哈哈 不是干涉香港内政 中联办一直都在说话的 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 经常都觉得中联办说话是不合理的 有些那些黄友 整天都说的 哈哈哈哈 其实是正常的事 说到很不正常 其实呢 亚视主要股东呢 刚才我们说过黄晶啊 其实就是江泽民的唐医生来的 是啊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 没错 他好笑 不过他之后不认啊 他说他都是前晚底亚视身份 才知道江泽民病逝的消息啊 那结果是令到那个新闻 新闻总监谭慧仪要揭霍 好像是 梁家荣还是谭慧仪啊 呃 我不记得了 就是总之就要揭霍了 要走人 这样的 呃 梁家荣是辞了职的 梁家荣是当时辞了职的 那就是梁家荣 那些伙伴仪就很不顺忍 就是说哎呀 你老板逼过来 就知道 这样讲 哈哈哈哈哈哈 那说一说这间卫视啊 这间卫视的背景先啦 那这间卫视的背景呢 其实就是有这个香港电视台牌照的 啊 在 呃 总部就在香港九龙鸿瓣 海斌广场 就是凤凰卫视旧总部 那就以播这个国主为主 啊 啊 那 那 《千彩报》呢 目前就有大约近200人 记者大部分在香港 呃 他的节目呢 就在这个凤凰卫视有得播的 还有香港的有线新闻 啊 啊 不过凤凰卫视那里呢 应该是停了的了 是不是 啊 不是 他在凤凰卫视 NOW那里有得播 在香港有线有得播 但是有线那里就停了 那之后就跟台湾的晨天传播 合作就提供部分 给这个晨天资讯台播出 就是这样 听都没听过 哈哈哈哈哈哈 基本上有很多 这些叫出口转内销嘛 其实他 其实 有很多内地搞这些 在外面的媒体的钱呢 是浪费了的 因为他们做来做去呢 都是在外面搞个媒体 接着将外面媒体的东西传回到内地 来 来令到对内地有一个政治影响力的 其实就是 所以有时候是冤枉钱来的 就是我认为啊 内地有些官方啊那些人 花的钱都是很冤枉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就是他花的钱呢 基本上是没效的 你不可能把说好中国故事这种东西发扬光大 他们做的东西 只不过是在外面说好中国故事 接着传回到内地 其实是很浪费的 其实澳洲有没有这种的媒体呢 暂时没有啊 没有啊没有 因为你所知 有为当地华人服务的 我知道乔毛版是有出钱的 就算是 就是占中的时候 我也知道 就是在 比如举个例子 在盟业本的电台 就是华人电台 他有经费是 是 乔毛版帮手出的 一定是 一定有的 这些是乔毛服务来的嘛 但是当然 当时都是打插边球 就是占中的时候 就是 他们都给 就是我们讲占中那些东西的 当时是 就是 就是 我还做了些东西 不过那时候 就是 他们是说得的 是可以给你说这件事的 是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些擦边球是任你打的 其实 那时候是可以的 现在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 现在的情况真的不知道 我们已经没有跟那些人有联系 之前就联系多些 现在就联系少了很多 那么 很好笑的 其实整件事就是 究竟 这个香港卫视会不会变成了雅士呢 他这样讲之后 但是他很聰明的 其实这个秦峰 他现在是称热度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说了 虽然就不用负责任的 不会有人追击他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中了之后 就说他才知道 就是好像跟那些 什么南美的那些先知一样 讲很多东西 然后中了就有人报道 就是等于跟那些财演差不多 是吧 我觉得是 差不多 我觉得是 因为 因为 因为现在 就是这样的媒体生态 就是你要称热度 骗感觉 买点赞 那么 那些假的讯息一定 怎么说 他可能有时候都不是有心 传这些假的讯息出来 他真的收到一些消息 觉得很可靠 那他就给你说 好像黄正那样 黄正说他不知道 黄正说他不知道 他说他不知道 要先说清楚 他说他不知道 他说他是看得到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他看阿市新聞才知道 康泽民病逝的 他说他不知道 黄正那时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黄正都是有一点点奇怪的 又带那些人去跳舞啊 哈哈 泰维尔都请辞了 刚才说回泰维尔 泰维尔都请辞了 其实黄正盛铭尔都没有出声 黄正盛铭尔说他不知道 不过盛铭尔是他下令 将本港台的台徽 转成灰色的当时 是 他们其实都是名门望族来的 其实他们就是 好像是 我记彩话是清朝一个实业家 叫姓孙华 是官商 那时候叫官商 是 是李鸿章那批的人 是 那就是 叫做都是 名门之后 但是 又很搞笑 黄正 就是 现在好像没有到声气 不知道去了哪里 老蕭尔以前就说黄正 其实就是 买博阿士 就是为了搭个鸡棚 不知道是不是 那 但是其实 有些人都很喜欢买 香港差不多买的东西 据我所知 就是 那些 买个银 那样 就是 搭个银 可能 叫做 圈钱 各方面容易一些 那 阿士很不幸地 现在就没有了 其实 阿士都有 有在的 阿士重生的 不过是网上电视 找了林文龙做总监 蛤? 是 是那个做戏的 林文龙 不过是网上 我听到好像害怕的 他好像没有什么 我觉得 好像 没有什么大管理的 叫做 叫做经验 不知道 我知 陈志文在阿士那里做过 这样 是 网上阿士做过 据我所知 就是这样 林文龙是不是他 老婆是郭可盈 郭可盈 那个林文龙 哦 面本来大大 现在又不大 哈哈 哈哈哈 但是 不好意思 但是 刚才说黄晶 你知不知道黄晶 其实他是 姓品渝的唐大佬 是 因为 是亲戚 我记得是 是唐大佬 为什么是唐大佬呢 其实唐大佬应该同性 是不是 是不是 很正常的同性 但是原来黄晶是跟他老母性的 嗯 是啊 所以 我认识有些大陆朋友都是这样的 他 他有两个首歌 一个跟着老爸 一个跟着老母性 因为男女平等 说这一件事 哦 那就没什么所谓了 那我们就希望 他就不要炒车 但是炒了都没有什么 老实说 今早上我们想这个 就是想想这个 这个是什么来的 所以他就想扔上来的时候 对不起 小弟是没听过香港为止 哈哈 哈哈 他有一些节目在YouTube有得看的 有些节目在YouTube有得看的 哦 他有一些节目都放了上YouTube的 但是 当然 你说是不是主流电视台呢 应该不算是 应该不算是主流 哦 会不会比《魔海編处》的人看的 那不会他当然比我们多了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就是不要跟别人比 就是我们很弱的 就是 就是人家随便 随便说七月要立国安法 那样 他也比我们多多 就是 其实 越做越 越做越心伤的 就是你 就是说回事实 实情出来 是没有 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常常说一些 不是 就是怎么说 随波逐流的说话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一看究竟 那现在发生着什么事 我们说回个实情 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实情是怎么样给大家听 那当然有很多人就觉得 我们是乱参加啦 那 没所谓啦 那你觉得是乱参加 其实 其实现在金将军那件事 大家都不知道他什么事的 而 而我看到他 劳动新闻的报道 金将军不是完全没有活动 他是有打电话那些 那些 只不过是没有拍照 可能他样子很虚弱 要休息一下 你说他是不是死了 真是 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其实 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都未够四十岁 怎么会这么容易死呢 就是现在的 科医学 是啊 还有他是国家领导人的医疗条件 你猜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死呢 就是我是不信这一件事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也不信这一件事 嗯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 好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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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